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次又回到这个发生停不了的环节 是的 当然我们当然是本着不信遥不传遥的精神 当然我们当然会看看究竟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发展 这个By2Yumi的闺蜜就再还拖了 刚才还没开节目的时候我跟台洋说这节要做 到现在他说了这么多节目 他竟然不知道这个By2Yumi是谁 这个新西兰神童也有很多事情不知道 他还说酸鱼的名字好像是污染物 我只想起酸咸又酸又咸 他们两个合在一起也挺酸的 之前《不堪舆论兴生》的情况 这个By2Yumi的闺蜜就出来还拖了 原来他说 叫他做007 报假警 没有 造谣传谣和报假警都是犯法的 希望大家都是遵守法纪吧 P图聊天记录 没有P微信怎么翻译 有些来源会显示微软 拿着截图是不是Yumi 不是 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洋人 Yumi身材没那么好的 大家都不以为是2015年拍和王力宏的合照 具体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就是王力宏火力全开演唱会上海站 2013年4月30日 自己百度一下 五只少年拒绝网通村 我照读而已 做过小孩007 那些指责Yumi不敢回应心虚 他有很多信息想要传达 可连报警和聊天记录都能被扭曲成造假 请问换是你的话 要怎样澄清呢? 他就给大家看看后台的部分私讯 我自己的微博发自己的想法 帮朋友说了句话 就收到这些 Yumi的后台和评论可想而知 有些时候人们震悲为正义高呼 但是他们并不想要真相 他们只需要一个兇手 被摧毁的清白 无法受污蔑者独自还原 这是现下最大的悲哀 造谣我是by two 小号 请及时闭蜜 吃瓜要带老 我没有他们那么好的脾气 但是根据另外一些报导 就是证明了这个是Yumi的朋友 by two 工作室亲自现身留言 就坐实了这个007的账号身份 他就在底下留言点了个赞 确认了真的是Yumi的朋友 还有这个007很厉害 有很多东西就要回应李靓蕾 其实我也迟了看得到 今早也没看到 等我做完神盲第一线后就发现了 他就分享了李靓蕾的信 他就写了什么呢? 李靓蕾的信就是这样的 希望这封信 能够真正为持续燃烧的 纷纷燕摇摇 画下一个据点 让大家都能回归平静的生活 这个就是李靓蕾在微博分享的信 昨天我们有提到的 原来这个做过小孩轮轮轮七 他有回应 他说 事件总会过去 一切都将跪于平静 可受害者却永远活在事件之中 现在说Yumi 是受害者 受害者 是的 哈哈哈 还有就是说 向李靓蕾叫板 想要就此停止 让一切停在对你最有利的地方 没那么好的事 哦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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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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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还有 李靓蕾最新回应 嘩 好有趣啊 正啊 他在后台收到上百条文案 相同的谩骂 水军带黑公关节奏 是犯法的 哦 这样 好了 接着 原来十四个钟前 这个by two 又有了 近期网络上 这个是严正声明 你帮我澄清一下 特意一定要做的 网络上有组织有规划频繁散布 有关我 以列造涉及by two 成员Yumi宣宇个人感情生活 列造Yumi宣宇女士报假警 经纪人否认轻生 及Yumi宣宣宇 吞两片退黑素未洗胃等不实讯息 依在诋毁Yumi宣宇女士的名誉 有道公众对Yumi宣宇女士产生誤解与质疑 此事已对Yumi宣宇女士造成了巨大的身体精神伤害 哎呀 我们此前保持安静 是不想令造谣者毁灭证据 现部分取证已经完成 我们保留一切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i2工作室 2021年12月23日 不知道白鸭姐妹 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这些印章打了 厉害啊 验证声明也出了 好了 还有 帮大家画一下重点 做过小孩的轮轮轮 第一 Yumi不是小三 第二 报警是真的 第三 轻生洗胃抢救是真的 第四 接下来造谣的人都要倒霉 第五 提醒一下大家LJL 即是说李静蕾 都是网友 李静蕾 水军不要带节奏 不敢告他 第六 这个时候还在罵我是小号 被除造谣的生而为人 我为你的阅读理解能力感到抱歉 接着就hashtag了 by two 工作室再发声明 哇 这件事想完 也不会完 真是厉害 这件事 当然 我们也要说回 我们其实在其他节目也有说这件事 但我们只不过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去说 媒体说什么 我们说什么 有很多东西我们说清楚 我们是跟媒体说的 这次我们就跟做过小孩的微博去说 里面有什么是真实 有什么是留 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只是信息搬运工 一定要说清楚 不过这件事就不会这么快完 看起来 因为你靓蕾 写封信 打算完整 没有这么简单 你烧到这么多火头 有些人也不想这么快完 因为如果这么快完 曝光的机会就会少很多 那倒是 那倒是 搞到这么厉害 红红烈火 所以就要继续添柴了 对不对 是啊 不会停的 真的没那么容易停 现在这位Yumi出来反击 相信后续的发展 会是你美女 你美女 会继续扔一些更坚的截图出来 我认为是 哈哈哈哈 否则怎么办 是啊 哈哈 那我又不清楚了 这个之后会怎样呢 因为我猜呢 我猜而已 就是 报警那些是真的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究竟 就是 处不处理到这班人呢 我是不知道的 那究竟你美女 你美女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些网民 就 胡乱推测 你最多只能说 禁他言 封号 而已 警察都做不到些什么的 老实说 哈哈 是啊 就是这样说 就是说 李靓雷铺了这个 路空照 毛头 带头 帖 其实就打了格仔 那现在当然 其实一直都有很多人说 李靓雷 很多东西没有爆出来 对不对 就是 现在每个人都觉得 雷神很聪明 一定有保留 那我自己就 不是很清楚之后会怎样 我的看法就是 这件事没有那么快完 而且是峰回路转 但是会怎样走向 完全不知道 因为参与的人 有一半是疯的 我只能够这么说 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是啊 这才是麻烦 他不按常理出牌 你常理出牌 喂 你离婚 不用搞得这么麻烦 是啊 他也不按常理出牌 有些阿姐还在 我们留言 你完全不了解女性 对不起 我最初也是完全相信李靓雷 是我老婆跟我说不可以 相信李靓雷 我才认为我老婆说得对 没错 因为我最初 如果你有听我们的节目的话 李靓雷说什么 我都差不多相信了 全盘接受 全盘都是信足的 现在看起来 李靓雷有些东西是流的 有些流有些真 相信 他前夫有出轨是真的 是不是 但是究竟为什么会出轨 是不是一早已经是 拿正牌 拿正牌出轨 是不是 现在他不会说的 王力宏也不会出来说 我一早就告诉李靓雷听 我是会出去玩的 我们婚前已经协议了 一定会有炮友 他不会说这些 是不是 他也没有承认自己 有没有炮友 到现在都 就是... 道歉吧 那现在 究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是不知道的 都说了 现在参与的人 是越来越瘋 这件事情 而且老实实 这个 零零七 做过小孩 零零七 那些东西 究竟有多真 我是不知道的 我只能够跟大家说 这件事情 吃一下花生就好了 不要吃得太滑 因为这些东西 吃得太滑 就不太好 圣诞节 吃一下圣诞大餐就好 是啊 不要相信 每一方都不要相信 因为现在你看到 每一方说的东西 都是... 就是... 我自己觉得 都是有真有假 而你是没有办法 去断定它是真是假的 这些东西是很久 所以只能够这么说 那... 就是... 有得玩的 有得玩的 一般人 我们的取态 就不要帮男方 或者帮女方 站远一点 是啊 就是... 抽离一点 不要太多 是啊 很多人就很投入 很投入 就是觉得李靓蕾是对 王力宏是错 王力宏是正人渣 其他那些都是小三 黏着王力宏 就是这样 是啊 所以做个小鞭铃铃的那些澄清 我们都说了给大家 其实就是 那究竟之后会怎样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不要这么投入 就是你要对一些 不跟你一样意见的人 开口就骂 其实是不适合的 不适合的 没错 好像我们都被人骂 我发现我们之前的几节 都有不少的留言 对我们大肆评击 就是说我们不体谅 女人 不知道女人怎么想 大哥 你抽离一下 看看这件事先 好不好 不要追得这么贴 是不是 是啊 不要跟车太贴 这些其实是娱乐新闻 你要记住 本质是娱乐新闻 政治新闻都可以炒车 更何况是娱乐新闻 是啊 抽离一点看这个世界 不要觉得自己陷入 大家代入 有一部分人 代入了就觉得自己是李靓雷的角色 大哥 坦白说 这些事是无需代入的 你抽离一点去看 好不好 有时要换位思考一下 没错 但是双方都要换位思考一下 所以节目时间到这里 其实差不多了 如果我们发现有新消息 我们尽快通知大家 好吗 就这样吧 拜拜